在国际街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芯案又有最新进展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与中芯通讯达成和解 中芯的股票也在昨天复盘 在历经近两个月的停摆后 中芯再度回归市场接受考验 结果却不是那么理想 不是跌停所死就是暴跌将近四成 美国国会在12日还宣布 最快本周将表决一项法案 如果通过就将对中芯通讯恢复制裁 中芯通讯在12日宣布A股和港股复牌 在中芯历经黑暗时期后 至少有11间基金公司已经调降对中芯的估值 多数推估每股20.04元 相较中芯停牌前的31.31元的收盘价 看空近四个跌停板 自从美国商务部颁布对中芯的贸易禁令后 中芯的股票4月17日起开始停牌 在停牌前 A股收盘价为31.31元人民币 港股的收盘价则是25.6港元 在中芯宣布股票恢复交易后 没有涨幅限制的港股今天早上开盘后爆港币16元 下跌9.6元 相当于暴跌了37.5% 盘中最低一度下跌41% 截至上午11时11分 中芯港股爆15.7元 下跌9.9元 跌幅也有38.67% 中芯上海A股今天早上开盘就跳空跌停10%所死 爆人民币28.18元 下跌3.13元 而且还有700多万笔总价约200亿元的买单压顶 而中芯要面对的不只是股票的崩跌 美国国会议员在12日表示 参议院最快将在本周表决一项法案 如果通过中芯通讯的制裁禁令就会恢复 这项法案列为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 参议院预定在本周对这项大型国防政策法案展开辩论 法案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 如果修正案通过将对中芯通讯恢复制裁措施 并阻挡美国政府机构向中芯通讯采购或租赁设备的服务 中芯复牌后不只要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 国会的封杀法案也可能将中芯打回官场的境地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 中芯后不前的研究 中芯的理由 Oke要理解 alla説